欢迎各位来到勇庄天涯 Super X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的录制现场 还为选择战队的选手们 将通过这次的预演战 来了解每个战队的 不同风格和街舞理念 让我们点亮 属于每个人的预演战机 有点帅的感觉 首先我们进行的是预演战 每轮比赛将由 还为入队的选手们投票 哦 这就加决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哈哈 哎呦哎呦这不是今天好帅哦 哎呦 这是有史以来最狠的裁判阵仗 三十三个国内外顶尖高手 知道你的队很强 是去年的冠军 但是这个就是去年的事情 哦哦哦哦 对哦 怎么办呢 向前辈 庚哥 讨教 我们一起努力展现好这个舞台 加油 队长带领已入队的成员 进行五人酷比赛 二V二比赛 双人作品战 一身鸡皮疙瘩 我的天啊 师傅打图地了 这个就精彩了 这样是好强吗 小看我们 那个太搞笑了 我的天啊 齐皮疙瘩的起来了 我眼泪一下下来 这是我看过最好的编舞作品 现场看到最好作品 不管哪边赢 都是中国街舞的胜利 胜出的队长 会获得三级以来 最为特殊的一个奖励 奖励一张机票 早点为战 EVIL TEAM 布萨蒂 哦哦哦哦 我都看傻了你知道吗 太坏了 你对他做什么了韩队 他觉得在家里 我只是给了一些温柔 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希望你们 大家也能感受到我的温柔 呀 啊 假设你手里有两条毛巾 你会投给谁呢 成坏人 庚哥 这个时候是要回答他还是不回答他 啊 哎呦突然间都蛮安静啊 哈哈哈哈 下半场进行的是我们的自由作品战 哇 let's go let's go 全球最强拉克组合 你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比 跟他们一起跳舞 更幸福的拉克 自由组breaking 看他们的肌肉 你看他们的线条 有一种帅哥 你要办健身卡吗 那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自由编舞组 太有活力了 自由组 popping 每个人的动作就是那么的整齐画一 自由组 whacking 太渣了 完全没有感觉你们在跳舞蹈 我完全在固实跟这个画面 太震化了 接下来难题要交给四位队长了 嗯 我们将按照分值选 九位直播今天的舞台 九个人啊 哇 请四位队长现在为大家公布 oh my god 我咋先吗 哇 本节目由十二无味的勇闯天涯苏per X 独家冠名播出 勇闯天涯苏per X 够胆 够battle 街舞要弯末 小二带着剧透来了 上一周 我们讲到四位队长的小黑屋抢人 优秀舞者太多 竞争好激烈 大家最期待哪一组的表演呢 本周旅晚八点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 玉野战 战火出燃 四位队长带领战队先投梯队成员率先出战 咦 小二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这一次为队长们投毛巾的 竟是还未入队的舞者们 哇 今天真的这个衣服太美了 因为大家全部都是专业的舞者 在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角度上 很专业的一个角度上 来去评判每一个作品是怎样 我觉得是公平公正 因为这次来的都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大神嘛 他们这个裁判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面对如此豪华的裁判阵容 不知四位队长是否感到一丝压力山大 大家快随小二 一起了解一下队长们的练习情况吧 韩刚队长展现大哥魅力 欢乐又温馨的练习式氛围 让小二看得好羡慕 刘宪华队长 刘宪华队长带领舞者们鞭舞搞怪两不耽误 练习式欢声笑语乐不听 在看到跟他们在编舞的时候很轻松 而且他们也感觉很知道我的style 所以我真的又又感觉到一次我真的选对人 我没想到我们整个的状态气氛好像就都先玩 王一博队遭遇万事开头难平静 本来会想着大家舞蹈能力都很强 然后只要集中精力去编排就好了 结果发现万事开头难开头就真的挺难的 磨合过后的他们又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舞台呢 张以兴和队员们反复练习舞蹈细节 如此认真的队长试问谁能不爱 哦 真好看 音兴一直对舞台的表演会要求很高 对 所以说在一些音效画面处理方式上面 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其他的想法 战队初级节舞将已就位 队长和选手们各个摩拳擦掌 是要先声夺人 但输赢只是结果 最重要的是舞者们在相互切磋的过程中 增进文化的了解和交融 我觉得最后的这个票数不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带来了两个这么好的这样的 中西结合的这样的街舞作品 其实我希望未来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融合 不管哪边都是中国街舞的胜利 语之详情 周六晚八点锁定这就是街舞第六期 小二等你来看 一周精彩抢先看 周一晚八点一起火锅吧 和小二一起围观队长们有料的火锅局 跳得了街舞也变得了魔术 让我来看看是哪两位队长在battle新技能呢 当队长被问到自己心仪的舞种 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lucky 我应该也是拉起那组吧 可以学很多拉拉起的动物是不是 那海人就应该会去到b-boy那组了吧 哈哈哈哈 他有可能会去导演组 哈哈哈哈 机器人挑战队长带来扭蛋机歌曲接龙 请各位一部扭蛋机 第一次转动旋钮接招吧 哦 有很多述 叮叮叮叮叮叮叮 啊机组会上 道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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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但是单世星队长你到底唱的是哪首 街歌剧尾多发生了什么 竟让henry队长想里长 不是你做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哇 好 Lynd tanto 啊 无 updates 想看队长们如何自由接换舞者与歌手的身份 那就千万别做过这顿火锅哦 街舞营业中一周街舞陪伴 周六晚八点采访片 黄霄马小龙分享作品理念 互评对方表现 周六晚八点相对论 卡卡Ibuki朝天Pose大赏 还有爆笑模仿秀来袭 你好 我非常愿意介绍你 Ibuki The Queen of Joaquin From Urban 周二晚八点中外联盟 韩语卡卡中秋节试吃月饼念古诗 街舞营业中 Kashin Yella Hello大家好我是韩语 我是Kaka 一点点一点点 a little bit 好吃吗 It's really good It's good 周三晚八点reaction 林梦等街舞大神 专业解读燃点炸点 营业不打样 快乐不散场 师傅我要跳舞了 本周迎来收官之作 萌娃们将参与 本季这些开场秀 更有机会 与优秀舞者们进行交流 训练营迎来最终的毕业典礼 小二祝福各位小朋友们 好好长大 成为更厉害的舞者吧 不管老师们是兄的还是温柔的 他永远永远都是爱你的 孩子们也都爱你们 本周的one more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期待的话 那就跟小二一起搓搓手 等着收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